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文化部长论坛的非洲45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 李长春对非洲各国文化部长和代表来华出席中非文化部长论坛表示欢迎 李长春说中国和非洲虽然相距遥远但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各领域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成果丰硕 中国愿同非洲国家一道努力为中国和非洲的和平与发展 为世界的繁荣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李长春指出文化是心灵的沟通中非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意义重大 不仅有助于增进双方人民的了解和信任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同时也有助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文化话语权 推动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首届中非文化部长论坛的举办是中非文化关系史上的大事 标志着中非文化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 将为未来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指引 对中非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李长春还简要介绍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情况 尼日利亚文化旅游和指导部部长埃德姆·杜克代表与会非洲国家代表团表示 本次文化部长论坛的成功召开和相关文件的签署 将对今后中国与非洲国家文化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本次论坛主题为既往开来开创中非文化交流与合作新局面 与会代表还一致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 文化部长论坛北京宣言